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马路边看见一分钱低头刚要捡原来是口痰去的奶奶的谁吐这么圆 没预备 说一个过去的故事 过去的故事就不是现在 那单啊 还有这个叫老园外 什么叫老园外呢 当过官离休回家了 这种人叫园外 你想这得什么时候的事 过去 老园外 老园外跟前有四个儿子 老大老二 老三老四 这个老大呢 为人特别的憨厚 老二呢 也很老实 老四不爱说话 最要命的老三 要夺奸有夺奸 要夺华有夺华 要夺坏有夺坏 大伙在一起交朋友都不交他 并且背地里给老三起外号 跟他叫 雌公鸡铁线豪 玻璃耗子 琉璃猫 就是 根毛不拔 以子不花这么个人 小的时候 大家在一个学房里念书 老三呢 趁着老四不爱说话 没事 老欺负老四 老四在看书呢 偷偷地过去 掐一下 都是孩子呀 老四就哭了 哭了 先生过来了 先生一瞧 老三 你掐他了吧 我没掐他 我拧了他一下 那不一样吗 就这么坏 后来长大了 也这样 老四呢 就不愿意理老三 本来话就少 见着老三 基本还没话 老三也溺为他 逢是一块出去的事 逢是吃饭喝酒 永远不带老四 老四也懒得去 可是渐渐地 长大了 是吧 这年呢 到了大比之年了 什么叫大比之年呢 就是现在 现在话说 就是高考 到了该考状元的这个月份了 原来一想 我的这个孩子们 从小都念书 应该让他们去进京赶考 预备好了盘缠 预备好了马匹 都预备好了 第二天早起就要走了 这四个人都在屋里 拾到东西呢 老三没有 早早的拾到完了 坐着琢磨 我们哥仨要去 多好 老四 扁扭扭的 不爱说话 竟惹我生气 我说上句 他在那一句不哼 这个人带着他出去 一路上能把我气死 这么着 我去找大哥二哥商量 要是能不带老四 最好 到老大老二的屋里来了 大哥二哥 这个明天咱们就赶考 就走了 我跟您二位商量一下 咱们能不能 咱们哥仨去 咱不带老四行吗 老大这个人很耿直 老大一行怎么着 不带老四 哦 为什么呀 人家把兄弟 还有官同坐 有马同乘呢 我们这亲弟兄啊 凭什么不带他呀 要去全去 要不去啊 谁也别去 老大是这个主意 老二也是这个主张 老三呢 胳膊拗不过大腿 那行 那就都去吧 都去吧 都去吧 二位别生气了 得了 那早点歇着吧 回屋里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 老圆外 牵出四匹马来 交给孩子们 你看这个 当爹妈的事啊 我都做完了 剩下 可就看你们四个人的了 走吧 四个人按说就得走啊 老大上了马了 刚要走 老三鬼主意来了 把老大这马给拽住了 大哥 你看看 这个咱们的爹爹 给咱亲自背的马 并且把咱们送到大门外边 咱们就这个样走了吗 对他老人家 太不尊敬了呀 依我说 咱们能不能 每人做他一句诗 让老人家高兴高兴呢 也不用很深哦 就打游诗 合遮押韵就行 你看怎么样啊 当然了 如果说这个人啊 连这么句诗都做不上来 那就说明他一定是没学问 既然是没学问 看了眼老四 那就多余带他去 就把他扔到家里就完了 老大一想 你说 你说这挺好的 挺高高兴兴出门的 你因为他 他说的也有道理 行 做事啊 那谁先来呀 老大说 你是大哥呀 当然你先来呀 我先来呀 说 出门上雕安 老二 你的 老二说 上马 手接鞭 老三你的 老三想了想 此去 谁得中 老四 老四在后的 不爱说话 咱 说呀 完了 大哥你听了吗 不能带他去了 出门上雕安 咱们每人都说五个字 他说一个字 这个学问 进北京能考中吗 这不能带他去呀 老大说 怎么不能带他去呀 咱们这里 就他学问大 这叫什么呀 这叫四言斩尾诗 你说的 死去 谁得中 他说的 咱 他有那个把握 没那个把握 他敢上北京去吗 走了 老大也催马走了 老二也跟着 老四他不傻呀 骑着马也跟着 老三一看 你们都走了 带我扔去了 我也走吧 上着马跟着走了 走着走着 碰着一家出殡的 很多人抬着棺材 那会儿的人呢 想的多 叫什么呢 出门看见出殡的 看见这棺材了 叫出门遇财 好事 老三一看 大哥 咱们有运气 你看 出门就能碰见财 怎么样 咱每人来一句诗 怎么样 老大一想 这也做事啊 行 谁先说呀 那当然 您是大哥 您先说呀 我先说呀 我说 远远看见 一口财 老二 你的 老二说 许多人等 讲他抬 老三 老三说 当时抬到 坟营地 老四 买 完了 大哥他说 买 老大说 废话呀 你问的呀 当时抬到 坟营地 那棺材到 坟地 不埋 他还摆着 当然是埋呀 走吧 又走了 往前走 没走多远 看见一条小河 上面扎了一个独木桥 独木桥就是一根原木 支在那 底下流水流的还挺急的 好看在什么地方呢 瞧了 有一个 失目的先生 就是两个眼睛看不见 拿着马杆呢 想过这独木桥 想过 可不敢过 拿马杆在这戳的 老三一看 嘿 大哥哥 你看这个情景 这个画面多好啊 失目的先生 想过独木桥 不敢过 怎么样 咱们以这个为题 没人来句诗怎么样 老二说又做事啊 又是我先来是吧 行 说 远远看见一座桥 老二你的 老二说 这边走来 那边摇 老三 老三说 失目先生 不敢过 老四 绕 绕 大哥他说绕 老大说对啊 失目先生 不敢过 绕 你甭管他绕 我们也得绕 马上过得去吗 绕吧 绕 喝 绕过去了 过了河 老三心里这个堵的 哼 太气人了 这刚出了一天 就把我气成这样了 我说什么 他都说一个字 大哥二哥还向着他 说叫什么 四言还 还斩尾诗 不走了 不走了 住店 住店 晚上睡觉 那三个人都睡了 唯独这老三 翻过来 掉过去 睡不着 在床上落饼 干嘛 想坏主意 明天 明天无论想什么办法 我也得把老四给扔下 这要走到北京 这一路上 他能把我气死 我就不能带着他 哎呀 等着 天一亮好了 下雨 老三一看下雨 也好 人不留人 天留人 那三个都没起呢 老三先起了 穿着衣服下地 把伙计叫过来了 来 伙计 我给你拿一吊钱 出去 给我 买葱买蒜 买油 买面 买西葫芦 买羊肉 我们今天吃饱饺子 去吧 剩下钱归你 伙计拿着一吊钱 这还能剩什么呀 出去买 一会儿买回来了 老三一看买回来了 自己弄吧 面也和好了 馅也获得了 两盆 就这主意 走着 床着 叫 大哥 大哥 起 天不早了 二哥 二哥 起床了 啥子 起来 起 老大起来 一揉眼睛 天不早了 是吧 那打行李走吧 老三说 等走了 下雨 老大说 你这什么人性啊 下雨 多睡一会儿啊 你看 大哥 咱别多睡了 今天下雨 咱过阴天 吃饱饺子 老大说 那多麻烦呢 不麻烦 面跟馅 我都弄好了 您起来 您瞧 一吊钱 我花的 也不找你们要了 老大一想 不对啊 老三这个人品 你指望 他能花出去 一吊钱 那得什么年月的事啊 你干嘛花钱呢 我乐意 我乐意 您起来 你看 面 馅 我都弄好了 没什么事了 现在就剩下 揪劲 擀皮 煮 煲 捞 烧火了 咱们在家行啊 饭来张口 一来伸手 咱出门 没人管了 咱这叫什么呀 下米的吃饭 添水的喝汤 咱每个人 都得干点什么 我不说了吗 就剩下 揪劲 擀皮儿 煮 煲 烙 烧火了 咱分分 看看谁干什么吧 老三说 那还干什么呀 我就劲 我擀皮儿 老二说 那我煮 我煲 老三说 那我烙 我烧火 老四 你呢 吃 吃 吃你还说一个字呢 我今儿能让你 吃上才怪 来吧 大伙都弄 都弄好了 大柴锅架着煮 煮出来捞了一盆 零三盆 八线桌子往前挪呢 四面 四个小吃碟 大盆放当件 三盆 四个人 往这一坐 哎呀 老三说 你看 就是馅可是不错 老大说 是 我先尝一个 不是 您等等 咱们这饺子 就这么白吃吗 老二说 怎么不要白吃啊 得蘸醋啊 不是不是 我是说 你们就这么白吃吗 老大也听乐了 是啊 指着你花一吊钱 请我们 可能吗 行了 吃吧 吃完这一吊钱 我出 不是大哥 我说的不是那意思 我不说了吗 打今儿起啊 我天天请大伙吃这个 天天吃饺子 都是我拿钱 你们还就别争 都是我拿钱 不过呢 咱得把话说到前面 咱们四个人出来 是干嘛来了 咱们是进京赶考 进京赶考 比的是什么呢 比的是做文章啊 文章做得好 进去就能得中啊 既然是这样 那么打今儿起 咱们行动坐卧走 吃喝拉撒睡 无论什么都要做事 比方说 现在咱要吃饺子了 那就要做事 做事是做事 话得说到前面 咱们是一个字 管一个饺子 咱们不限制啊 你说得多 你吃得多 你说得少 吃得少 大哥您说七个 您来七个 二哥您说六个 您吃六个 我说五个 我吃五个 老四你说四个 你就吃四个 这注意 公平合理吧 老大一想 这明明是欺负老四 这一道上 他竟说一个字了 你琢磨琢磨 就他那饭量 一个饺子 他饱得了吗 老大拿出这 做哥哥派头来了 这是吃饭呢 这是导弹呢 还做什么事啊 我不做 我就吃 老三也急了 好容易想出这主意来了 你吃 你吃我粥粥 老二说大哥 你别着急啊 老大说 我怎么不着急啊 你没听出来吗 这不明明欺负老四吗 这一路上 老四竟说一个字了 就他那饭量 一个饺子 他饱得了吗 你看大哥 您怎么了 四弟他没学问 说得少 不错呀 咱们俩还没学问吗 咱们俩不会多说吗 咱们说得多了 剩下咱们吃不了的 不也够四弟吃了吗 您上这个活干嘛呀 那怎么办 那就这么办吧 那个 那谁先说呀 老三说 那当然您是大哥呀 那还得您先说呀 我先说呀 你说这屋里四百落地 连个画都没有 我说什么呀 接着窗户往外看 对面房檐底下 有一个燕子窝 得嘞 你看就那个 那燕子窝 我以这个为题 我说 抬头看见一样窝 抬头看见一样窝 我可说齐个 我来齐个吃 公平合理吧 老三这坏 把这盘子垫起来了 是是是 这个我是监令官 我给您来 抬头看见一样窝 这您在吃 老二一看 按字抠我 我说了吧 我说 小样里边八九个 我可也说七个 我来齐个吃行吧 齐个饺子 得得了 二哥我给您来 小样里边八九个 您吃 气得老二 拿筷子端起碗来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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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饺子都煮碎了 到锅那 盛了一勺汤 老三一看 二哥你这是怎么吃呢 废话 我乐意 我乐意 我这不是饺子 我这窜丸子 带片汤 你管着吗 气得老二 搁在一边上 干嘛 怕老四说不上来呀 给老四吃 老三 这心眼啊 大哥说的 抬头看见一样窝 二哥说的 小样里边八九个 大燕 得出窝大石 小燕 不会出窝 打石 我说 大燕 出窝 把石打 老四就得说 打回石来 喂小样 那喂小样 就没辙了 他只能说 一个字 喂 对 就让他吃 一个饺子 想好了 我说了 我说 大燕 出窝 把石 打 老四 他算计好了 说完 立刻吃老四 老四这胃 都到嘴这了 刚要说 老大过去 把嘴给捂上了 你要说 喂呀 你还 啊呢 你自己 琢磨琢磨 就你的份量 一个饺子 你饱得了吗 我饱不了啊 饱不了你说喂呀 大燕 出窝 把石打 净胜 喂了 怎么会净胜 喂了 等会儿喂 你不还吃仨呢吗 先喂后喂 还吃俩呢 老三说大哥 这教他可不算啊 我不是教他 我告诉他 你听明白了吗 说多少吃的多呀 他不限制数啊 说的越多吃的越多呀 三哥 他们都怎么说来着 老三说 你怎么这么麻烦呢 听着啊 大哥说的 抬头看见一耳窝 二哥说小样里边八九个 我说的 大燕出窝 把石打 该你了 我 我 我把大燕 说一说 老三鼻子差点没起歪了 平常老说一个字 这要吃饺子了 你一个都不少说 行 也跟你来七个 老四一翻白眼 我凭什么吃七个呀 你说七个字 你不吃七个呀 我还没说完呢 你还没说完呢 后边多着的呢 后边还多着的呢 行了 你说吧 三哥 你给我寄个数啊 他叫老三给寄数了 你还能说几个来吧 端着盘子 拿着饺子等着 我把大燕 说一说 哪人 等着你呢 我把大燕 说一说 清晨出窝 把石打 展翅摇陵 望前挪 飞过三里桃花殿 越过五里杏花坡 桃花殿前出美酒 杏花坡前美人多 好容易才把石打够 敏翅收铃毁了窝 大燕刚把窝门进 小燕一见笑呵呵 清晨出窝把石打 溜溜饿了我一天多 大燕一见不怠慢 叼过石 喂了个德 喂了这个 喂那个 喂了那个 喂这个 喂了这个 喂那个 老三说 这都是你的了 老三说 谢谢大家